他什麼也沒講 就把我的褲子內褲 直接往下拉 屁股是整個露出來的 A小姐到桃園某中醫診所看診 指控被推拿師騷擾 事發在9月17號下午5點 左腳踝受傷回診 也自費治療腰部 推拿師拔罐時 說要幫他檢查骨盆和脊椎骨 他就把他的手 直接伸進我的骨溝裡面 我真是嚇到 然後我有心裡有覺得不舒服 忽然做這個動作 而且也沒有問過你 A小姐說 男推拿師年月50歲 隔天他回診所找醫師反映 但對方告訴他 推拿師不是故意的 還想找兩個人當面對峙 我不想再看到他 你再看到他 你真的就是二次傷害了 你知道嗎 只是就是說他是不小心 他不是故意的 然後你毫無作為 A小姐9月20號到派出所報案 指控推拿師 未經允許強行脫去他的內褲 還說沒脫的話 無法得知骨盆有無歪斜 認為自己被性騷擾 另外還有一名 今年2月去治療的 女性也指控被毛手毛腳 請推拿師幫我調整的時候 她也是說 要先幫我看骨盆 有沒有症 然後就把我的褲子 含內褲 拖到已經快要到 就是私密部位的那個地方 藍名女患者站出來指控 但該中醫診所周六下午休整 致電沒人接聽 實際到現場敲門也無人回應 有人在嗎 對此桃園衛生局說 如果推拿師沒醫師人員資格 可儲5萬到25萬元罰還 另外也可能吃上最高五年刑責 而當醫師人員要碰觸患者私密處時 要有護理人員陪伴 如果違規會移副懲戒 最重可以廢止證書 有關性騷擾指控交由警方調查 衛生局則會到診所積查 確認是否有違規情勢 TVA新聞最後報導